以入狱的前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 他的媳妇黄婉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指出 中国当局不允许他出境 并在推特公布文件和声明 说明中国有关部门是如何利用法律手段限制他出境 另外今年稍早黄婉还在网上发布一份忏悔声明 声称要对所有在周永康执掌政法委期间 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公民说声道歉 他同时呼吁中国官员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建立健全的法治 因为周永康的官位如此大都落到这个地步 更何况是其他小官 黄婉在受访时回溯 2013年周永康被拘捕 他在中国的法律麻烦也随之开始 他表示他被限制出境的直接原因是一桩新诉讼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 因为黄婉卷入一起租赁法律纠纷 依照出入境管理法 法院告知其出行受到限制 自2016年以来始终无法离开中国 报导分析黄婉在网上发布文件 是在挑战中共对法律案件保密性的要求 尽管中共表示近年来已经抓了百万名贪腐官员 但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却没有人知道 就连被抓的贪腐官员家属也很少讨论过 对此乔治成大学法律中心凯洛教授分析 以黄婉的例子来说 北京当局可能是要他保持沉默 因为他过去与权力阶层关系密切 而中共把所有日常事物和内部运作都视为机密 不想让外界知道 黄婉表示尽管他的案子前途未卜 但他和11岁的女儿像正常人一样在北京生活 特别是在他向公众发声后 当局允许他见他的丈夫 但他仍强调当局的指控不实 将权力为自己辩护清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